我们知道,月球绕地球近似做匀速圆周运动,是因为月球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 绳子拴着的小球,在光滑桌面做匀速圆周运动,是因为小球受到绳子拉力的作用 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之所以不沿切线飞出去,是因为它始终受到一个指向圆心的合力的作用 正是这个力产生了向心加速度,不断改变着圆周运动的方向 上个视频咱就学了向心加速度,它的方向始终指向圆心 大小用这三个公式计算,分别是A等于微方比R,或A等于OmR,或A等于四派方比T方载乘R 那么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合力方向就应该也始终指向圆心 大小就是M乘A,这个力的方向始终指向圆心,所以称为向心力 向心力的方向总是指向圆心,而物体的运动方向总是沿切线 所以物体在运动方向始终不受力,速度大小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向心力的作用只是改变速度的方向,并不改变速度的大小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物体做圆周运动要受到指向圆心的向心力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把一个物体放在粗层的圆盘上 物体随圆盘一起做圆周运动,此时物体受几个力呢 首先物体显然应该受到重力和弹力的作用 由于物体相对转盘有相对运动趋势,作为物体还受到净摩擦力 物体在做匀速圆周运动,是不是除了这三个力之外 还受到第四个力,向心力的作用呢 哈哈,这就错了,因为向心力是按照力的效果来命名的 而重力弹力摩擦力是按照力的性质命名的 在这个情境中,物体所说的摩擦力,就是物体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摩擦力说的是性质,向心力说的是效果 它们是同一个力,千万不要统计两次哦 向心力是根据力的作用效果命名的 它可以是重力,弹力,摩擦力等各种性质的力 也可以是它们的合力,还可以是某个力的分力等等 这里摩擦力就是向心力 而如果像这样,小球在细线作用下,在水平面内做圆锥摆运动 物体受到重力和绳的拉力 此时,既可以说是重力和拉力的合力充当向心力 也可以说是细线的拉力在水平面内的分力提供向心力 好了,总结一下吧 这次我就跟你讲了向心力 凡是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都受到一个向心力的作用 大小是mv方比r,mω方R或m乘以四排方比t方再乘R 方向时刻指向圆心,一直在改变,所以是变力 向心力是产生向心加速度的原因 它的作用效果是改变物体运动的方向 不断的把物体从圆周运动的切线拉回到圆周上来 向心力是按照力的效果命名的 它可以是某个力,也可以是某些力的合力 还可以是某个力的分力 千万不要以为物体又额外受到了一个力的作用 怎么样,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快去刷题吧